要说国内男星帅气的实在太多太多 可公认的五官精致却并不算多 其中杨阳肯定排在第一列里面 比起沈腾沈叔叔军艺校草的外号 杨阳的颜值才是如今的军艺校草担当 至于要说杨阳到底有多帅 或许大家都不知道 杨阳的帅气就连外国女星都挡不住 近日一名泰国知名女星为了和杨阳组CP不息 像迪丽热巴的脸皮成了自己 说起杨阳的角色大家肯定忘不了 曾经微微一笑 很倾城里面的肖奈大神了 在里面杨阳代言的妾女幽魂古装造型 实在帅出了边际也帅得没朋友 精致的五官灰白色的长发淡白色的长衫 充满魅力的眼神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古装男神吧 当然杨阳现代装也是帅气的美边 可谓是娱乐圈少有的古装现代装都能 驾驭的全能选手 而且以杨阳的魅力 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粉丝 不管是早前的全职高手 还是前阵子的你是我 既荣耀两部剧都有被泰国引进 也得到了不低的收视率 因此杨阳有许多泰国粉丝 最让人没想到的 还是泰国知名女星 魏居然 也是杨阳的铁粉 近日这位泰国小花 热八在自己的印上上传而来一张 你是我的荣耀的宣传海报修改图 为了表现对杨阳的喜爱 也为了和杨阳组CP 这位泰国女星不惜将热八的脸给屏蔽掉 然后换上了自己的脸 这张照片传到国内 直接惹得吃瓜的网友哄堂大笑 这究竟是有多热洋洋才会干出 这么好玩的事情呢 也不知道热八看到会不会一联盟呢 不过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了国内的影视 行业发展越来越快 东南亚甚至欧美许多国家也都开始关注 国内的影视作品 这算是国家文化产业兴旺的一个标志 未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 对外的文化输出也将会越来越多 甚至在未来赶超欧美也不是没有可能 就是不知道小伙伴们怎么看呢